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詹美君 歡迎收看今天9月20日的婚姻新聞 第一三公路後悔的飛來出大 在今天早上一點左右 一台載到化學油脂的大貴車 去撞到路邊露出後就倒火燒起來 車廳的化學油脂也一直在博車 加速是不兇休息在車廳 消防隊出動被帶的消防車和30幾個消防警官成功打過 不僅在意外的原因還在調查當中 一台載油炸化油脂的火車 今天早上一點左右 不知道什麼玩過 去撞到路邊的路上 人家整台車就火起來 車廳的化油脂也落下發生爆炸 讓火車越來越大 這麼多聲的油脂都在旁邊 幾個都拼著 你說火就很麻煩 消防隊這裡通報後 趁速出動八台消防車 以及30位消防警官全都出救 但是因為火災實在超大 火炸發後消防警官發現加速 已經不幸被消息在車上 有火車製造那個石頭起火燃燒 那爸爸現場之後 火市在1.48分撲滅 發現那個火車上有駕駛一個人已經燒成膠絲 現場有發現波桶儀式油漆的物質 現場火市已經完全覆滅了 現在出動大概約八車三十人 目前還在現場警戒灑水降溫當中 目前油漆桶上位移植 準備等到環保局 到達現場之後移交給環保局 去公路戰隊之後 我們再行離開 到底這台火車為何的去撞到路上 目前如果油漆桶儀式油漆桶 甚至調查中 那個第三枚車有一點左右 有發生一間交通事故 是一台大火車 自己自撞去撞到電火條 發生火燒車因為是蠻大的 所以那個架數沒辦法 沒辦法走出來 這樣修飾在車上 現在正對這間交通事故 我們現在在調查 它的發生原因是怎樣 初步的研判應該是為注意車前 但是是不是有其他 譬如說一般民眾比較關心的 是不是酒樓開車 或是疲勞駕駛這部分的東西 我們就在調查相關的證據 為了撞到路上的不幸事故 再度發生 後北風球的警方也再度 給予民眾 開車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千萬不好酒樓加速 以及疲勞加速 記者以名為 蔡王伯德